哈喽大家好 这是你们的轮哥 理论的王者 世间的垃圾 今天要说一个 大家比较容易有的一个误区 就是训练的时候 大家很容易有一个误区 就是专项和训练的关系 专项其实感觉应该比较好理解吧 比如说你是打篮球的 你专项就是篮球嘛 然后你要是打排球的 专项就是排球 你要是跑田径的 你专项就是田径 训练呢永远是辅助于专项 现在就是经常在网上会感觉到 包括就是很多看我视频的人 感觉也会有这个怪圈 就是你有时候太 钻到这个训练里边了以后 你就忘记自己的专项是什么了 大家永远要记得自己的专项是什么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些训练 不管是抗肤训练 超等长 有氧 所有的这些是服务你的专项的 是为了让你的专项提高的 所以说所有的体能训练啊 体能的像我们这种体能教练 是要根据运动员的专项 来设计训练的计划 训练的这个动作呀 组数次数 根据他的专项和周期来设定的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要让排球运动员 去练很大重量的这个抗足训练 或者说是很多的这种核心训练 很多对抗训练 这是没有用的 因为排球里边没有对抗 排球是没有身体对抗的运动 你不能像篮球和橄榄球 去那么练这个核心或者身体对抗 因为练的这是白用功没有用 当你在力量房进行抗足训练 力量训练的这个时间 超过了你平常在专项上的时间以后 那你的专项是什么呢 你专项就不是你以前喜欢的这东西 而变成了力量训练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专项和这个训练之间的关系 训练是服务专项的 你甭管再怎么练 练得再怎么好 你一定要在场上 在你的专项上发挥出你最大的能力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训练的目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见过这种训练水平特别差 根本不训练不好训练 但是在场上特别厉害的人 一定有对不对 还有那种训练水平非常高 力量训练抗足训练超等长 举重都特别厉害 但是在场上就是不行 你身边一定就有 你一定就认识这样的人 所以说你这种训练永远是服务于专项的 你不能太把过多的精力和体力 包括神经放在训练上边 因为你如果太专注于训练的话 你可能会影响你场上的表现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大家平衡好 专项和训练 这个是服务这个的 你不要太把这个的提高 太高提高这个后 可能你就放弃这个了 你一定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 一部分 做它是为了它而服务的 不是说你每周去五天检视房 每天练两个小时 又大又漂亮 然后你跟别人说我打篮球了 你每周只有一场休聚 那你专项就不是打篮球了 当然就是这个不排除 比如说工作了以后了 上了年纪以后 篮球的球局 包括篮球的这个时间没有那么多 它可能租不到那么多的场 然后所以平常就是去一间训练 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 一直打篮球的这么一个篮球运动员 然后现在让你每周 练五天力量训练 每周五天抗足 就打一天或者两天篮球 你篮球水平一定是一直往下掉的 因为你身体的力量 神经维度这些变化 会影响到你投篮 运球的这些手感 会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这个performance 到时候你的专项就不是篮球了 而是力量防了 你就变成健美或者健体选手了 而且我相信大家身边一定有这种 本来是打打篮球 后来就沉迷于力量训练 要么就是去力量局了 要么就是去健美 要么就是健身这种 身边一定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训练 都是服务于专项的 而我们这些训练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是根据你的专项设计出来的这些训练 你要扣篮的训练是这种 你要打篮球的可能训练是另外一种 可能中间有一些交集 所以说你要是想提高你的专项的话 没有比你花时间去在你的专项上 去做专项训练 更有效的方法了 比如说你想扣篮 那你现在就把扣篮当成专项训练 一定要多去扣 多扣多跳 没有什么比多扣多跳 更好的提升你的扣篮 谈跳力更好的方法 因为这些体能训练是服务于专项 你的扣篮的这些体能力量 爆发力训练是服务于你的扣篮 最少这两个应该相等 对吧 如果你的抗组训练的时间大于你的专项了 那这个就不是你专项了 那这个就变成你的专项了 抗组变成你的专项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东西的概念 我现在发现有很多的朋友 有很多的人给我发私信 都有混淆 他会把这两个东西混淆 说伦哥我为什么现在高翻两倍体重了 我举重特厉害 但我还是扣不了蓝 对杠铃做工不是对自己做工 大家记住了 你力量再好爆发力再好 转化不到你自己的身体上面 这不是一个东西 肌肉 这个要说就长了 肌肉有阻力情况下的做工 和没有阻力 只针对体重的做工 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大家不要搞混了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永远要知道你想要什么 就你的训练目标是什么 位置是什么 是更好看 健美健体 没问题 可以 这是你的专项 没问题 没毛病 还是说你要更多的力量 你是玩力量局的 那你力量局 那你就得多推 多蹲多拉 这三个一定要多做 剩下都是辅助他的 然后比如说你是想跑跳型的运动员 篮球排球这种的 那你所有的这些抗组训练 一定要服务到专项上去 那比如说你是 现在我觉得可以 这个扣篮是当成一个运动来说 比如你是扣篮运动员 那你做力量训练 抗组训练的时间 爆发力训练 抛总场 甭管 所有的这些训练 都是辅助于扣篮 这一个专项的 所以你每礼拜 能扣三个小时篮吗 你可能每礼拜 抗组训练 有四五个小时 但是你扣篮能有三个小时吗 不一定吧 是不是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永远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你的专项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发现我发 爆发力训练计划的 这个视频以后 大家很容易把 抗组训练和专项搞混 除非你专项就是抗组 我的专项 比如说 有人专项是力量举 那你天天力量举都没问题 这是你的专项训练 天天举都可以 你的专项是这个举重 你就得骗天举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的专项如果是别的的话 你一定要先把这个运动给明确好 这些训练都是辅助他的 明白了吧 千万不要把这辆包混 好 今天是随便简单说一点 关于这个专项 和抗组的这个简单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我 这是你们的轮廓 理论的王者 身权的垃圾 拜拜